7日9時半節報 啟德體育園內有地盤棚架倒塌 建築為50米×20米 消防署到場後 發現150米×40米的巨型棚架 有部分倒塌 消防總共派出14架消防車 3架救護車 攤塌搜救專隊 及搜救犬隊到場搜索 未有發現傷亡 事件中130名建築工人 在消防到場前已自行疏散 消防在早上11時35分結束搜救行動